就这一波操作 有得看今天老谁 他不一定会 大余我是马铁 今天做法将写难成 昨天呢 卸完车以后就在这地方停下来了 结果有个哥哥来招待说一块跑 本来两尺的一块注定是要爬火的 那就是无二 结果他一下出来无尺货 那就走吧 抬走咸鱼 昨天晚上咱出去上大学生那边结结发 回来之后又夹了个本 把衣服洗了 刚好到今天中午他也赶了 美好了一天 从转货开始 怕我时间长了也不行 他渴啊 你看他干的 回来咱店员就有毛病 这两天晚上睡觉风扇都没射里开 凑巧了咱又配上火了 搞好给电瓶闯中电 最重要的是咱距离转后一人也就已在九公里 这样的话管转 咱不就到了吗 已经是下午的三年中了 咱上午来到之后等穿奶 那个什么穿哪来呀 等了三四个瑶士 现在终于开始装了 咱这大部队也都已经进来了 无量车 咱说得又怪毫了一段时间 没拉着钢紧货了 过瘾啊 这地方应该是南厂的一个主转厂 就跟贺飞 败棒库 铁丝居那样 今天装这整货 碎几里 钢紧甲盘罗 咱定货书走跟咱开了一件盘罗 关键这盘罗基本上都是两顿一件的 现在让师傅跟咱调一件小的 最小的 这一大道里边最小的一个 这一件总统也就1.4顿 这样的话咱乱跑了一下 你看杜绝炒灾 大概以为是他这段时间没转刚紧了 都不会吃毁了 这不刚下去就犯错误了 十五啊 后面都忘了打了 一圈老司机都看见这一幕了 笑了我脸头梦 百命一数啊 又成炸了 来救救救生啊 这一家都好了 这一家成炸了 宁静的 犯个这样的错误 叔叔有点尴尬 港台后边的哥哥还笑我来 我一个有梦想的大神小伙子 不会被这段困难打败的 谁不曾啊 拥有过梦想 沉浸的路上 注定为我 沉浸的沉 沉浸的沉浸 这不如他 要求也不用太过分 这吃点劲就完了 其实咱选小盘罗也是对的 因为它大翻再大一点 这时候就放不下它了 完美 今天就这个天气 该说不该说的 这还跟夏天一样 后杯茶 运运河 哎呀 反正火机里也转好了 咱准备一块走了 研究一下现货距离 咱看了一下路线去泰州县区 走全城高速是整进的 500亿有公平 就今天这只货 再升到升班拿去了 因为你要走下路的话 绕得太远了 高底大辈子来吧 几乎就是全城高速了 连起来 普通咱就问 反正今天一块区里差不多有无量出来 刚好有一个山东的大哥 人家是畅炮这边的 咱就给他走吧 南城到鱼干长外拱路这一对 咱得走在高速了 下面修俏现高过不去 香生也省不掉 咱从南城这边 跑过来一直到军产户这边上高速 第一个口就下去了 总共几公里是忘了 反正拿了19块钱也不少啊 江西这边过楼费确实太贵了 给党地老朋友留下 人家也不足全城 从这边下去到鱼干那边再上 最起码得省顿饭钱 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啊 北方的馒头车就是这样跑的 大革命 口哑流青啊 都是为了省货 但出来就是想挣钱的 可能是动了你们的大名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省货 好 感谢各位 上口饭吃 咱到万年上高速的时候又出现点小意外 哇 可 这个饭不能快 本性咱俩就不炒 过这个棒往很随意 稍微快乐点 不过它这个棒确实有问题 放假嘞 这个这个下棒 过活一顿多 就慢慢过 这个棒还躲过出来一顿嘞 仔细算了一下 这个棒整整躲了一顿躲嘞 这要是装潮一点 上不去高速 那可远了 总共在厂里面都是转化说 咱就吃了一个苹果 凉人一片了 吃面条也吃不 饱了 这有自主菜 咱来逗一份 经常看了一下菜系 三十五亿位 就这想堆着白 那就难了 亏了今天 性价比最高的就几十给了 鲜羊 饭不好 谁来臭 只能怼他一瓶 今天就炫点肉 稍微配点鲜菜就行了 凯居在前逗一个 榨菜 给五角凉好吃的 卖的一袋估计得两块钱吧 炫的一碗就回北了 咱说真是吃个日筋榨菜 那真回北了 太吃了咱就不客气了 吃了日筋仰的肉 不知道能吃多少钱 四处有粉线 才够许金 吃饱了 喝酒了 咱全程告诉过句话 咱们四十多公斤 好嘞 哈哈哈哈 想来处复取出一年咱俩老铁了 又被他钱钱了 撂了一会儿 我妈点 我喝的喝能啊 能让那么多人去这次 咱就是一个穷跑铲人 只不过爱记录一下什么 没想到能得到那么多人的伤势 就成这样 我得加班就干了 整区年底给你们娶个嫂子 那莉莉原来离就万万岁了 想给我点个赞吧 现在已经是玩了十几点半了 咱到这个南西复取了 北斗又报警了 听完来再去一二十分钟吧 目前这个复取大车已经听完了 咱也没地方听了 就占用人家消耍道 暂时听一会儿吧 够二十分钟咱就走 就听着二十分钟咱也不能仙子 趁这回剪剪视频吧 要不来看啥 看上一辈子的五公里 开始到哈 北斗插零眼咱就不说了 这段时间我听说行车如后 还要转摄像头 还可以余影记录来 我就想问一下这些专家 咱这驾驶员到底放了啥滔天大罪 知道了这样去检视 咱一个广播汉子无所谓了 如果换个女四季 岂不是以待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个人建议给专家消耍也发一套 让他感受一下二十四小时坐在检控下是上了的体验 柜子我这买炮 不知道还有个十三公里的唱压佛 下路炮咱就到底汪了 刹车俩原没挑了 睡想来一滴水没油 或者挑刹车地步 严锐 耸掉收场 哎呦 好假的 怂了怂了怂了 怂了怂了 就这样一个方向进过去 直到你进不动了 开始往外怂 这个嵌起这不算 一 二 实在弄着的话 就老有的这个挑车位里建起 又建起的话 他就不会带沙车了 操一下跑 本来再睡想了又没有水 如果再不挑好沙车 那是真不好搞啊 就咱这一波操作 刚学开车几年了 他真不一定会 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30晚了 咱这个沙车也挑好了 挑战这个大坡 离开听传江大区开始走的时候我才发现 这给云南来闪没发鼻呀 对吧 这个坡问题不大 隧道就占了8公里了 但是没有鸡鸭坡 咱挂个酒当 湿当 他自己慢慢就往下花了 也别不住鸡鸽 查了一下导航 咱走恒喜下高速是最近的 他也属于仙局 算了一下抛去过路费费用 起门上跟走低速差不多 也就多划了热台没关银 不过咱遭到了三四个小时 闲剧事件凌晨2点10北 咱就来到了卸货位置 嘿嘿 搞好到点了 咱也困了 今天这条视频就到这吧 白了个白 明儿 谢谢 记得关注点赞 支持我